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这种或害怕的 我是建议你赶快转台 我个人觉得恐怖 我觉得不可怕 但是有些人觉得可怕 所以如果你又相信 但是又害怕的 我就建议你不要听 但如果你是又害怕又爱听的 那你就留下来 我个人觉得是普通 我店够多话了吧 店了一分钟了 应该可以逃跑完毕了吧 所以这一集应该是 你说不定不太适合一个人收听 或者是不太适合晚上听 或者是你可能在早上亮一点的地方听 可能会比较好 那我要准备开始讲了 好 其实我去年的时候就想要做这个单元 因为你知道 我觉得农历七月就是要录一些有趣的东西 那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是不太有这些东西的 因为坦白说我看不到 但我疑似有听到过 为什么有疑似呢 我在过去的生活里面 大家应该知道我睡眠非常非常的糟 我其实很容易很容易会失眠 但是我有时候在做梦的时候 我醒来我会分不清楚说这个是梦还是真实 这个梦的真实度太高 那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感知到一些东西都是在我醒来之后才有这种感觉 所以坦白说 我说我们听到我不知道 我们看到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是真实还是梦境 这才是让我觉得最可怕的部分 其实还是这种 因为我不确定我到底敢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我自己的信仰 大家听得出来我应该比较偏无神论 但其实我没有那么无神论 就是我现在接受任何的可能性 我现在接受任何的可能性 大家知道说可能我之前讲过什么紫薇 之前讲过什么塔罗 沾星 其实都会碰一点点 我就觉得很好玩 但这种类型东西是我相对觉得不好玩的 因为我父母其实对于农历七月的事情 坦白说他如果知道我录这集 他们会亲手把我杀掉 他们会很认真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你那一集给我砍掉 他一定是会这样讲 大概就是我们家的这种背景 他们是非常非常serious做这件事情 而且会拐弯抹角的要帮我做一些 就是他们认为在七月应该要做的事情 例如说 例如说这个 等一下我怎么会讲这么远 例如说像在七月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在上上走吧 我就刚好跟他们见面 他们就问我说需不需要一点抹草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抹草是干嘛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 他是可以烧 然后烧脚会很臭这样子 我其实不知道他是干嘛 我觉得他好像是 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些仪式要我做这样 然后想说那就少了 因为我基本上就是一个 什么都信 然后但是也什么都不太信的人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意思 就是宁可信其有这样 因为在过去的当中 其实也看过 也听过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往好处的想 其实我也听过 例如说过世的长辈 然后好像有跟我讲一些什么话 但是我不太觉得你是不是他 但是我依稀记忆里面应该是他 这样子这种感觉 大家知道那种梦境 有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他 但是你隐约觉得是他 你也没有看到是他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哇就这样子吧 就有时候是直译 有时候其实你听了也是有一个方向 我不知道大家懂什么意思 有时候这个 这不管是弦学啊 都是给你一个 一个这种方向 它并不是说要 我觉得另外一种弦学 我逆向使用弦学的话 那就是说 我其实我只要相信某一个方向 我就会成功 对不对 就我自己的想法 不是在绕远 总之我家人是相当迷信的 包括当然我自己的生日啊 或者是我自己的姓名啊 或者是任何东西都是算过的 但是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 或者是说你在家住的地方 也不是风水定好 因为你真的要买到什么房子 或者是租到什么房子 你风水很好 基本上就超级贵 但是大家也知道 风水啊 风水其实跟钱是正相关的 你那个要什么 不要开门建造 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还蛮说就是要 透过后天的风风步步 那那个后天的风风步步 你就要做很多奇怪的事情 买很多奇怪的东西来放 那当然我爸妈就是 会放好放满的那种 就是说 这边又放一个水晶 这边就一个 这边有个水晶 然后他们就这边有个水晶 然后还特别挑颜色 还特别挑价格 所以他们都是对于这种东西 他们都是要求品质很高的 品质很高 就很像我对于录音器材的要求一样 但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疯狂 他们是相当相当的迷信 这个迷信没有任何不好的 或不好的意思 因为我早有些人觉得说 迷信就是一个负面的词 但对我来讲它是相当重性的词 因为 嗯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你能够相信一个东西 是好事 因为你就相信有东西可以解掉它 大家懂我意思吗 像我自己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我就觉得我什么东西都解不掉 因为我没有相信 所以我何来怎么把它解掉 所以这个是我不会觉得说 今天有迷信是怎么样子 但我相信这一集出去的时候 也很多人会教我怎么样的做我干嘛的 我也都欢迎 但是我未必会去做这样子 反正我妈就给我说 你要不要有点莫草 那我想说莫草就莫草 有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干嘛 他就说那你要在你的房间里面烧 我想说哦那就照做 我是完完全全对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的sense 那我知道已经有人已经懂这个意思了 是干嘛 但我就想说我就照做 他就说哦那你在睡前不要这样做 你就是明天早上再烧 因为这个会很臭什么什么的 他说OK fine 然后就照做 那做完之后我也没什么感觉 那我妈就特别问我说 诶如何啊这样子 因为我的主宿啊是说我睡不好 那他就说哦那可能你可以少少看这个 然后有一些仪式啊 例如说什么你在房间里面的时候 哦要这样子把这个莫草捏成怎么样子 然后烧用点的哦 然后你可以就买那个长长的那个点火器 点了之后呢 好那你现在先把房间关起来大概15分钟 然后只留某一个开口某一个窗口这样子 那我想说这是到底在干嘛 我想说嗯这是在进化空气吗 我完全没有这个方面的sense 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干嘛 那总之最后呢就照他的意思去做 最后我开了一大堆那个那个什么 巅峰晒啊 空气晶晶把这个莫草的位置给除掉 但坦白说我做完我有一个sense 这个空气除了好臭以外 他有一种莫名的纯净感觉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很怪 但是我觉得空气很像静止了 但是这个静止并不是说他特别 讲干净很怪 因为我同样的感觉之前我很久以前用那种水烟 我知道这个我住的地方以前有一段时间有这个跳蚤这样子 那我就是直接用水烟去硬干他们 那那个时候我把水烟放在房间里面 然后我进来的时候当然觉得水烟超级超级的臭 但我走进来想说哇靠这个 空气怎么可以凝结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以卡在那边停在那边好像从来没有动过 好像这边是这种时间导流器或是时间暂停器的感觉 那其实就是我把窗户关起来而已 就把全部东西关起来而已 但我就觉得哇这个神秘感好怪 这个但是也不错 那在烧完这个末草之后就有这种感觉 那至今到底有没有效果 其实我只能说我真的不太决定 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可能是生理的问题 所以我其实像我今天是 我今天早上基本上是没有睡觉的 我最近的作息是大乱是乱到不行 那这个可能跟七月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但anyway我其实平常在睡觉的时候 在我现在住的地方 那我很常很常很常会做噩梦 是非常非常常会做噩梦 是几乎每天都会做的那种 做到我会很害怕去睡觉 我相信应该不会有这种困扰 但我到后来是相当相当相当的难入睡 或者是我现在觉得我入睡就会做噩梦 而且我的时候噩梦是那种连环的 比如说我现在睡觉 然后我做一个噩梦的时候 我醒来 我强制让我自己醒来的时候 之后呢 我再继续睡下去 还有就会接触下去 所以我每一次醒来的时候 我都要强迫我自己醒 超过某一定的时间 或者是我要起来晃一下走一下 用一下手机 让我真的有一种 好像我的梦要自己阻断自己的感觉 那他才不会去做噩梦 那这种在很多玄学里面都会觉得说 那你应该是居住的地方有点什么问题 这个东西其实在我 其实在坐在这边蛮久了 那我也知道 其实我隐约知道说 这边并不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你 我其实就觉得这个玄学最讨厌的就是这样子 你开始隐约知道的时候 你就开始怪这个东西 你就开始觉得说 那是因为这边的什么东西 风水不好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这很烦 所以有时候我比较烦 这是玄学的原因 因为你告诉我说 好那今天你这个做方位不对 你今天跟我讲说什么 你要怎么样去做法 你最近要放什么东西 我都觉得好 那他放完然后咧 然后如果还是一样怎么办 其实大部分时间我都还是一样 那我能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其实该做我都做过了 那有时候即使就是安宁生 就是安心大概一天 然后过两天之后又是这样 我睡不着这件事情 已经是十年以上的事情 它不是两天 它不是三天 它不是小感冒 你喝个服水 然后就可以结束的事情 那当然各种方式我都接受 因为我真的没有法则 我真的完全没有法则说去 怎么样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现在都是在考药物去控制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还好 因为我的药量在这几年 都是没有显著的增加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这个药是非常可怕 但总是我其实睡觉的时候 一直都有睡眠障碍 然后最可怕的事情 是我会一直做噩梦 那做噩梦就是会有非常多可怕的那种感觉 有时候是那种很小的时候的 创伤会再经历过一次 然后有时候可能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情 它往最坏的方向走 然后我就会先经历过一次 我醒来我要想说现在到底是几点 或是我真的经历过某件事情了吗 或是我真的收到怎么样的讯息了吗 这样子 我就会再确认你是这个 这个现实的生活是不是跟我的梦境是吻合 或者是说到哪边了 然后谁才是真实 才是假的 花一点时间去辨认 那还也境界造成 其实我很多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健忘 我就是这个可能 我不太清楚什么问题 但理论上这一集要讲选学 但我自己都不太确定 这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 那有些人就跟我说 你可以去那庙里面走走 或者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都走过 因为我虽然心里有点不太相信 但是我open to 全部的这种解决方式 那其实也有人来家里 就是去指点迷津 或者是那种稍微 就是道教的那种 那就是有来处理过 因为我任何的方式 我都愿意去试试看 因为这个事情太困扰了 所以睡觉对我来讲是 手去指中的东西 大家知道我以前 就一直跟大家 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会说 其实睡觉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状况不好 心情不好 其实跟睡觉很大的关系 甚至我会觉得说 我现在状况不好 是不是睡个觉 那状况会不会好一点 这样 我觉得它影响到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的范围 所以我自己对这个 我睡眠是相当相当的在乎 总之我在家里面 其实基本上睡都睡不太好 真的是睡都睡不太好 那有一些状况 有一些状况我会睡比较好 反正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讲 有些状况我会睡比较好 第一个就是 如果旁边有人的话我睡比较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 当然这个人必须要是我相信的人 当然这个很简单 就是通常 可能是另一半之类的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如果我去住外面的话 通常会睡比较好 而且我去外面的时候 几乎不太需要靠药物去帮助 所以我觉得很可怕 就是说 这当然不是我出国的原因 但我在国外 或者是说我在住饭店的时候 我几乎都不太需要靠药物 然后也不会做噩梦 那我就觉得完蛋了 你知道吗 就完蛋了 这样我要怎么办 第一个当然不可能每天出国 我想说我没有办法 到底问题在哪边 是不够累吗 还是怎么样子 那我也试着去调整 当然不够累绝对是一个原因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在家里 你说我这边录音 在那边就是 假如说在工作前 这些城市 你再怎么累也不会比出国 这样子要折腾一下还要累 这是当然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以分很多 但我就不细教 但是在外面的时候 有时候睡觉 我的症状就是 如果我今天不靠药物去助眠的话 我非常有大几率会做噩梦 那在国外的时候不一定 不定时发作 那接下来就是要讲 在国外发作的故事 就是我会做噩梦 或者是会听到一些东西 那有一次 其实不是在国外 是在台北的某一间饭店 我就不好意思说 人家是什么饭店 但不难猜啦 不难猜 不是你想那一间 不是你想的第一间 那个一楼有一个警卫 那个不是那个 那一间灯火通明的 那间根本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不太决定为什么那一间会被喘 但我每一次在那一间都是 我觉得都蛮安全的 我自己是 先说我自己没有任何的体质 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讲 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任何的体质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是最有体质 但小时候我的家人都跟我讲说 我不能去商里 不能去商里这种状况 就是他那意思是说 我很八字很轻什么的 之类的 反正就有很多很多的借口 然后我哥是不会有这个状况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大家会说 好那你商里就不要去 告别室就不要去 这样子 然后 我有一次在某一个告别室 我就开始狂吐这样子 就是 我是头痛 这次有发生过一次 然后我爸妈就是觉得 绝对是个状况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不是 但我也无法控制那种感觉 总之我的体质是介于这种 我不太觉得这是什么状况 好那 我知道讲到这边有些人讲说 不要再讲了 其实我对这种东西 我是相当的好 相当的有 就是 我很 我很 很贱 就是有点好奇 但是我又不想知道 像我会不会去看 我会不会去看那个恐怖片 或是鬼片 我不会去看 因为我一看我就会被影响 那懂你什么 就是我是 就是不存在主意 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我如果没有看 我就不会有这个印象 我就不会做这个梦 我就不会 被这个东西给控制 或者是被这个东西给 一直很worry 说这个我会不会 这个怎样怎样 那因为像是 这个农历七月也有人 是不出国的 农历七月也有人 有很多很多事 就是很多很多不能做的事情 那我自己就觉得 不知者无罪 那么就是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那种 那种内心 那种心理 你会觉得说 这个 这个月我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怎么样 坦白说我不知道就没事 就很像 如果你今天在室内撑伞的话 会怎么样 坦白说你不知道就没有事 那如果别人也不知道 后会不会跟别人说 你这样子在室内撑伞会怎么样 我就觉得说 人家不知道就不要 就不要再 不要玷污人家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想说 我们不要再把这种灰系 就是继续传下去这样子 这种感觉 或者是止月亮这种东西 我想说 我自己会 因为我知道了 所以我就不会做 但是如果我今天又告诉别人 黄特是不是别人又 就我明明就没有事实根据 我这样跟人家讲 是不是不太好 这是我对于这种事情的这种感觉 是好止于我就好 拜托不要再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当然至于这种饭店 就有很多很多传闻 那我自己基本上都不信 但是我自己在切身感受的是 在台北一间 台北一间也是五星 也是五星 那这间饭店 我其实是相当喜欢 完蛋了这样子是不是 但我在这间饭店 我遇过了两三次 同样的事情 都是在某一个转角间 然后楼层我不太确定 我有时候会 我只有在半夜的时候 会听到 第一个是管道间的声音 就是水管的声音 那水管的声音就是很常见 有时候你就会不小心听到 但是不会停 不会停 他就一直在呼咯 就过去 你过去 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睡眠 是要戴眼罩跟戴耳塞的 我一定要戴这个两个东西 我才睡得着 那我就必须必须要这样做 而有时候我会觉得是我过度敏感 因为我对声音非常非常敏感 所以今天只要有一点点声音 我会睡不着 会睡不着 我今天举个例子 假如我今天在我的房间里面睡觉的话 我其实是要锁门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怪癖 就是我要锁门 我要把房间的门给锁门我才睡得着 因为我不止一次做一个梦是 几天我每天都会做 我会有一个梦境是我躺在床上 然后那个门 那个门外面就会一直传出脚步声这样子 砰 砰 砰 这样传 然后慢慢逼近 那只要我知道那个门是锁起来的时候 我就会继续到头去睡 这在梦里面喔 这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理论上 所以我如果不锁门的话 那种绝望感就超级可怕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脚步声逼近到底是什么感觉 然后就从沿着走廊这样子 从客厅这样走到房间的主卧门口这样砰 越来越近 砰 我想说 哎呦 通常我就会自己把自己下行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这个 有没有点这个技能 我是有办法把自己在梦中里面叫醒 就是 就是非常非常标准 像电影里面那种噩梦 就是噩梦醒来的方式 我会大叫或什么样子 但是那个 那个是我把自己叫 就是脱离梦境的一种方式 就是这样 所以我每次都会 跟我睡觉的人曾经有听过 就讲说我在半夜会大叫会醒来这样子 那都是真的 因为我非常非常常做噩梦 那 几乎没有办法 几乎没有避免这件事情 我已经不知道这个体质 还是我就是就是这样子 我也尝试过很多方式 但因为这个梦是我最常做过一个梦 那有时候有锁门 有时候我记得锁门 有时候我忘记我锁门了 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吵醒 然后再去锁一下我的房间的门 发现说OK 我有锁门然后再继续睡 想说随便啦 反正我已经锁门了 你就先慢慢尻吧 你就慢慢这样子这个敲门 或者是慢慢这样开门锁 但当然从来都没有开过门锁 当然从来都没有进到开门锁的这个梦境 这样子 所以这种安心感都来讲相当相当重要 就是在一个环境 我是不是觉得很安全 我是不是会觉得 所以我会被breaking 我会不会被这个 再冲进来这样子 那当然其实我有几度 我都是觉得随便你很像这样子 就是我其实到 做噩梦做到后来 我是已经不想想太多 那时候随便烂面一条这样 我只认真有这样想过好多次 但后来我还是都会随手锁门 所以我的锁门其实是因为我这个噩梦 并不是因为说 这个话外面等一下有人回来或什么的 完全不是 是因为我做噩梦 那这个当然非常非常personal 但讲白一点 我对于这个 我对于这个 任何的声音都非常非常敏感 那我要怎么样的确认这个声音 是楼上的声音呢 还是我脑子里面听的声音呢 戴耳塞就好了 戴耳塞我就可以确认说 这个不是楼上那边碰碰碰 或者是楼下那边咬咬咬这样 或者是隔壁间 然后再怎么样子 就是我只要戴耳塞 我就一定听不到那个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都会推荐耳塞的原因 因为这样子我就很确定说 我今天听到的东西是我脑子里面的声音 那我就可以好好去对付它们 那因为我也是非常容易醒来的人 如果我没有这个助免的话 那基本上我只要一个声音我就会醒来 而且我会直接眼睛张开 很像说有人攻击我那种方式去看人家 总之我睡眠有非常多障碍 但就在这个障碍当中 有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那在某一间饭店 回到台北的某五星饭店 这个饭店其实坦白说 我不是第一个感觉到这些东西的人 有体质更敏感的人 那有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但我不是先知道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讲这间饭店的原因 就是如果你没感觉到那很好 但如果你有感觉到你或许知道我在讲哪间 但是就这样就好 我们不要再去毒害人家 我们不要再去 我们真的是不要再去让这种事情传出去 因为其实你没感觉到就是好事情 对不对 你就还是可以继续住这个饭店 那这个饭店我常常被放到这个角落间 这个角落间就有管道营以外 也会有人讲话 也会有人讲话 那有时候是男的 有时候是女的 我原本都觉得说 大概是隔壁房在讲话 但是我想说 那个位置没有人啊 那个位置不是隔壁房 就是他会在某一个角落 会有个声音 他就在某一个角落 然后我就会半夜 就看那个角落 想说 WTF 然后我就会看着他 然后想说 我通常遇到这种状况 我就是先盯着看 然后想说 什么状况 什么状况 然后我通常会心里就会默念说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 就直接出来讲 我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怪 我第一次说 嗯 我认为啊 我认为如果今天有一个 人或者是有一个任何的物体在旁边 假如说我是一只小动物好了 那他可能会有一个帮忙 他可能需要我帮他 那他可能饿了 他可能需要吃什么东西 那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是有需求 才会出现在那边吗 那我想说那你的需求是什么 就你告诉我帮你解决这样子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这样子跟 就是对一个物体这样讲话 但是我就想 我就会心里想说 拜托 如果你有什么状况 你就直接让我知道我要睡觉 等等 你要让我 你让我睡觉 我至少我有机会可以帮你 但如果不让我睡觉 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咯 这样之类就是 但后 但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种需求 我就是 好像自以为在跟人家沟通一样 然后通常就不会有事 但是有时候就是还是会去吵 那就出现在这间饭店 那我通常自己一听到我都不会太 如果旁边有人 我就是当做没有听到 我通常都当做没有听到 因为我知道这种东西 对于很多很多人是很敏感的 很多人只要听到那个声音 就害怕要死 所以我想说 那我就当做没有听到 除非对方也听到了 然后这一次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 我就听到管道间的声音 管道的声音加上人的声音 我想说 因为我旁边的人 就发现了这件事情 我想说 Fuck 所以是真的吗 那就是不是我听到的吗 这个反而更可怕 以前以为说 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可怕 现在我觉得两个人也是挺可怕的 因为 两个人都听到的时候 你就会面面相去想说 Holy fuck 我们都知道那边是 那边都没有房间 那怎么会有声音呢 那其实这间饭店也出现过 我自己遇到就遇到三次 嗯 对 我自己就遇到三次 那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到那么可怕 我的意思说没有那么可怕 是一下语言回来 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是说 我觉得不是那种很坏的那种 或者是我认为 我认为什么东西都有好跟坏的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他们就是 比较吵闹而已 但是没有到坏 这是没有到坏 不会让影响到 影响到我 或影响到什么 很像就是在那边 在那边出现一下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那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脑袋 去跟他沟通的时候 好像他们也没有什么任何的 什么回复说他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在台北的五星饭店的某个故事 那再来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发生在我们录音的时候 那 你知道心底老师是一个相当相当敏感的人 那他绝对会禁止我讲这个东西 所以他去年 所以我们不会有这个主题 因为只要他在了一天 我就不会讲这个东西 因为他非常非常敏感 他非常害怕这个东西 他是怕到说 如果你今天硬要跟他讲鬼故事 他会当场翻脸走人 然后甚至绝交 是这么夸张 所以我尊重他 我都不会跟他讲任何这种 怪怪陆里的故事 但他以前会剪音档 那 其实RODE的这一台录音器 常常会听到奇怪的声音 那个奇怪的声音 我们都不知道是哪里是哪边 但他就会剪出来 他就跟我说 这个1分30秒有一个奇怪的声音 你听一下 那是不是那个声音 那是不是那个声音 那其实我都觉得随便 你知道吗 因为我对于录音机的理解是 他会把很多的声音都收进来 包含有时候可能 然后他会就处理 像我自己本来的声音 不是这种声音的 他会做处理 他会去做亚索 他甚至会去放大某些声音 让大家就是比较喜欢 所以我知道这个声音就假的 他们说Podcast的声音就是假的 但我就想跟他讲说 你不要在乎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 就是如果你今天听到一个东西 有可能只是我不小心 讲到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 因为其实我的麦克风也是定在桌上 那他有可能收到楼下讲话的声音 跟楼上讲话的声音 其实这是发生过的 所以我就想跟他讲说不用紧张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其实我隔壁 这个录音间的隔壁就是我的电脑 其实我的电脑 之前在有一段时间期我在挖矿 那个风扇是收得到的 其实这是隔了一个道墙 这道墙是 我看一下 这道墙是钻墙 所以一般来说 不太会收到那么大声音 但还是会收到 而且我自己耳朵是听不到的 我要戴监听耳机 我才听得到 就是很多很细小的声音是收得到 那我就想跟他讲说 这个不用紧张 这不会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如果你今天收到的话 你就当作没有听到这样子 那我也听到很多的节目 都有讲过这件事情 就是会收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说 如果你今天在节目里面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 那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一台 应该说这个机器常常都会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应该也多少影响到他在剪辑的这种感觉 因为他要细听的话 他就会听到怪声音 他如果不细听的话 那就没办法解到他要求的东西 所以当然这个可能不是他的不想解的主音 但其实这个事情对他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就是他几乎每一集都会说 这里有个声音 这里有个声音 这样我想说 这所问题根本就是你的声音的回音 因为他讲话的声音是我的三倍大 这样子 所以就有遇过这个东西 那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故事是 也是在台北的某一间饭店 这个应该可以讲吧 某一个对面是办公大楼的饭店 在 这样就好 反正那一间 那一间酒廊很有名 好就这样子 这一间饭店 其实他没什么问题 我在那边曾经有用某一台录音机录音 那这样子 然后我就拿着我的麦克风 跟我的录音机 那时候录音机不是要插电的 就是他本身里面放电池就可以 那我就在那边录音 录一录我想说奇怪 怎么有音乐 我带录音机的时候 我自己会带一个耳机 然后要监听 就是我监听我现在立马录的东西 立马 就是马上现场录的东西 那我就听到一个音乐声音 我想说 哇 这什么音乐 我就很认真的在听音乐 你知道吗 但我越听觉得越毛 因为想说 为什么我会听到音乐 我在录音 你知道吗 就是想说 你想像你现在对着麦克风 你对着手机讲话 然后你接着耳机 耳机里面竟然传出很小声的音乐 很像背 很像背琴 这样子 然后你想说 我会造什么声音 我就认真的去听一下 我就停下来 我就停下来 然后听 哇真的是音乐 而且他还会换一首 他这首听完之后 还会换一首 我想说 蛤 我就认真听了 他听了大概 听了大概快要十分钟 我就一直这样听 我在编录音的时候 就听听 想说 太猎奇了 然后我就顺便把这录音机的位置 因为它是可以手持的 我就把它移到不同的位置上面 就是 我发现有个角落 会比较收到讯号 但是这个角落又不是隔壁 因为我第一个想说 那应该就是隔壁吧 那时候我就把我的麦克风 跟我的所有东西 我就是往某一个方向 某一个方向 就看很像我在房间里面做法 然后就拿着一个麦克风 然后对着各种不同方向 然后想说 这里为什么会有音乐 为什么会有音乐 是一首流行歌 然后也不是隔壁房 如果今天隔壁房在放的话 那我理论上 我只要把麦克风直接贴到 那个墙面 我就听得到 或者是我耳朵贴过去 就已经听得到 但不是那种声音 是在空气当中 就是会收到一个音乐 然后我听了10分钟之后 我就听到HIT FM 我想说WTF 为什么会在录音的时候 会录到广播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真的会这样子 所以 这个最后的第三个故事 就比较无聊一点 就是 我在录音的时候 曾经有录到广播过 可能是频率一样 或者是怎么样 反正真的麦克风很敏感 可以收到的东西 比我们真的可以听到的东西 还要多好多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不想听到 一些奇怪的声音 真的很正常 真的很正常 因为我们真的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听不到 是不是真的有这些东西的存在 我也不知道 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有没有其他的奇怪的经验 是有 但是我还是觉得台北那间最可怕 那间 我真的不知道那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间也没有传出很明显的事情 那间也是我很喜欢饭店之一 但我每一次住 我住的很多次都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都不是非常不友善的那种情况 其实我觉得最不友善的就在我家里 我觉得就在我家里 但anyway 我相信这个一定共处一段时间了 希望他们就加油 我相信没事的 那如果你有任何什么庙房 你也可以提供给我 我不一定会做 但是你可以提供给我 那还有一些是像在曼谷的 我们就之后再说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集 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 那曼谷就没有那么可怕 但我 对 理论上曼谷应该会比较可怕 但是我觉得还好 那对 然后心理老师是非常非常怕这种东西 所以拜托不要跟他 不要跟他讲任何这种东西 他绝对会翻脸 如果你真的 如果你认识他 或者是 我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上节目 反正千万不要跟他讲这种东西 对 那他会有很严重的PTSD 就是 我很少看到他会发脾气 这是他真的会发脾气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真的很 很信这个东西真的不要挑战 像我爸妈 这也是比较挑战 那我自己都是会造作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造作也不会少一根毛 而且像那个末草 我烧了一下也觉得 还蛮清净的 我其实不讨厌那个味道 但对 反正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来买一点末草造好了 你知道吗 就走火路 我想说反正多多亦散 但是应该就是 这个 迷信的开始了 不知道 那还是祝大家 就是这个 在农历七月的时候 一切顺心 我知道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很敏感的季节 我自己是还OK 其实我有几年是有很大的感受 有几年是完全没有感受 像我去年是完全没有感觉 那我知道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 因为去年我根本就不知道七月到了 你知道吗 我说真的大家不要再毒害人家了 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毒 你让人家知道之后 别人就会莫名其妙的 就会 开始把所有东西都倒到这件事情上面 那我觉得就蛮讨厌的 所以 我觉得不知道最好啦 真的不知道最好 不用就是 真的不知道最好 对了 顺便再加码一个 其实我进房间我都是不会敲门的 我进饭店我都是不会敲门的 因为我不知道敲门要干嘛 真的不知道敲门干嘛 好像会冲那个马桶 现在是什么 完全不做 因为我想说 就像我爸妈在跟我讲说 在烧那个末草的时候 他们就一有所指就说 这样子他们就会怎么样 那我就问 我就问他们说 不会直接穿过去 我就问我爸妈 我爸妈就回答不出来任何东西 想说 好吧 那就这样子 那我就照做 我只是想说 就穿过去就好啦 如果这个味道他不喜欢 穿过去就好了 有什么问题 当然啦 这个东西也不知道 有什么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才是对 什么样才是错 但 对 宁可信其有吧 也献给这个 可能也是非常迷信 听到这边的你 好 那我是小杰 我们下 明年再见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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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